HELLO 大家好,又來到這個悲WONDO時間 其實是BLACK WONDO 我們今天就來教大家怎樣玩BLACK WONDO 這個中文版的麵包輪母曲BLACK WONDO已經出了 那些卡非常漂亮,看到很漂亮 究竟這遊戲怎樣玩呢? 立刻來講給大家聽 目標很簡單,又是打對面沒血就贏 一個對戰遊戲,大家只有10滴血,每個玩家 當扣血扣到0就輸了 遊戲會有不同款式卡,每款卡有2張 這裡有這麼多卡,我們會洗勻 每人會派10張 10張牌之後,會選擇5張去選擇整個遊戲的卡牌 選擇完之後,另外5張牌就會擺開,移出遊戲 雙方都選擇好牌之後,就會是 猜包子球,決定先後玩家 後手玩家會得到古動化這張卡牌 還有會是1,物理攻擊開始 還有會有一個1火喉的麵包 每人會開始隨便,會派一張麵包卡 面朝下,焗爐面向上 把生命石放在焗爐火喉上 後手會加1火力,先手玩家是0火力 有流程方面,每次回合的時候 首先你的VOTA值會加1 如果2K9的時候就不會加 取而代之,你的生命就會流失敵 然後焗爐火喉會自動加 以及得到一個真心指示物 然後一顆小色 摘完之後,你會看到點數 譬如今次是5點之後 你就可以決定究竟火喉會上升 適免數目,即5點 或者拿到真心指示物 拿到真心指示物 就完結了 如果你是動火喉的,動5格 動到Bacon Bacon的位置 即是說包製好 那整號的包就會打開 那就要看回每個包的大成功判點 根據你有多少真心指示物 你棄掉所有你現在有的真心指示物 如果真心指示物的數量是大 等於大成功判點 那把塞得到包就會橫置 放入呼吸卡的旁邊 如果是這樣的真心指示物 如果是不夠大成功的判定 你會打直去入呼吸卡的旁邊 整個麵包的時候 會在麵包牌一幅抄一張新的麵包 然後各火喉的犀利令 表示會重新敲制一個新的麵包 然後就進入主要階段 主要階段 就是玩家可以在你的魔力值的限制以內 去使用你的卡牌 每張卡牌左上角都有Course 你打出卡牌就會放在你前面的出牌區 當你出牌區的Course 卡牌的總Course 是大於等於Voter的時候 即是用盡力數 那你就一定要結束回合 結束回合的時候 會把你出牌區內所有階段付好的卡牌 去移出遊戲 而沒有階段效果的卡牌就會回到手牌 譬如這張 他卡牌是沒有階段的 所以回合結束的時候 他會回到手牌 所有呼吸法卡牌 如果沒有階段 都會回到呼吸法卡牌的位置 然後他會這樣煤花幹 進來回合 直至其中一玩家 生日直標的零的時候 對手就會勝出遊戲 最後講一下卡牌種類 卡牌種類 卡牌種類跟Bioran都很類似 卡牌種類會在卡牌的右上角會見到 第一個紅色的Logo 就是物力攻擊卡 他打出使用的時候 會增加物力攻擊 物力攻擊就是 根據你現有玩家攻擊力 去減對手的防禦值 去進行攻擊傷害 譬如這個例子 我物力攻擊1 對手防禦值0 所以造成1點傷害 第二種就是魔法攻擊卡 魔法攻擊卡 就是藍色的icon 魔法攻擊卡 通常後面都會有個X或者數字 決定攻擊值是多少 這個攻擊值會直接無視對手的防禦值 去造成傷害 即是說 就算對手有綠防禦力也好 你的魔法攻擊力一定會造成對手傷害 好 最後講到輔助卡 輔助卡 輔助卡就是綠色的icon 所有面包卡都是輔助卡牌 還有一張炒麵熱狗精靈 即是真正是綠色 OK 都是輔助類的東西 輔助卡牌就是一次性的輔助效果 打出就使用過卡牌效果 就未必是攻擊來的 反應卡牌就是這個 不知道什麼 是不是這個沒有的icon 這個反應卡牌就很特別的 就是你出的時候在面前 擺在自己面前的 就是一個counter的卡牌 當放置之後 在你回合結束的時候 這張卡牌不會棄掉 亦都不會被手牌的 就是當對手 下一個對手回合 他執行了你的反應 可以執行反應的行動的時候 譬如這張卡牌 可以反應物理攻擊和魔攻擊的 當對手執行這些攻擊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去打開 去counter對手的行動 先執行你的反應卡 然後先執行回 他本身的攻擊的行動 所以說反應卡 如果你放置之後 下一個對手回合 你沒有發動到 你那張反應卡 那張卡會反回你的手牌 那你下次設置 又要師傅一課 去設置 好 最後說完 要呼喉卡和面包卡 呼喉卡 就跟Beyono一樣 有加熱法 加護法和古動法 加熱法就是每回合一次 你使用的時候 你的物理攻擊加1 是幫你的物理攻擊卡 去加攻擊力 加護法卡牌 就是這個 出的時候 選擇給你多少魔力 你給你多少魔力 就會令到你的防御值變成多少 譬如我想由3防給4防 我會直接支援4魔力 所以如果魔力是1 就不可能 將3防給4防 因為要支援4點魔力 古動法卡 就是後手玩家專有的卡 Limited卡一次性的機會 當你使用的時候 你的金回合的魔力 就會視為加1 你的魔力色紙不需要加 你只要記住金回合 會多魔力值就可以了 用完之後 這卡就會出現 Out Game 因為它是Limited icon的卡 好 最後面包卡 說完 面包卡就是 它有兩個效果 當你做完面包之後 它會變成一張呼吸法卡 那你是多一個攻擊手段 或者多一些其他特別的效果 那就是一次性使用的 所有面包都是Limited的 因為你吃了麵包 那除了那個效果之外 你不喜歡 你也可以 發動它eat 那個效果真的吃了它 就加血的 那每個包的回復 血量是不同的 看回那個價值 那又是 吃完之後就會起了它 那如果做麵包的時候 你大成功了 那那個效果會更厲害 吃那個回復生命值的效果也更厲害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所有的效果都是 側行一次就會起跳 就會廢棄這張卡 因為所有麵包卡 無論是吃東西 和側行本身的效果 都是Limited的效果 那麵包輪母曲的 烏士的規則就是這麽多了 那如果大家有其他問題 烏士問題 都可以聯絡我們去詢問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以like 或者share我們的影片 也可以看我的Facebook專頁 和網絡 留意其他的資訊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裏 那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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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